除了这个在家里这个不干活 扔俩臭钱就嘚瑟之外 他还有什么对您不好的呀 哎呀 他就是把钱看得挺重要的 就拿钱段时间来说吧 我姨她生病了 而且我姨跟我这关系 一直走得特别近 虽然是姨 但是那时候她是什么 生病住院 需要医药费 我跟她说了 她说手里没有那么多 我就想你说人家张嘴了 毕竟是救命嘛 我就把我自己手里的积蓄 在三万块钱拿出来了 结果她知道了 就只做我 想我把那钱都借出去了 人家拿了自己积蓄的三万块钱 给姨看病了 为啥你说人家呀 她哪有积蓄呀 她和她前夫离婚的时候 一分钱也没有 现在反而借她姨三万块钱 她的这钱还不是每个月 我给她生活费里面攒出来的呀 其实我本身有那个钱的 您知道吗 我跟她在结合之前吧 就我有那个钱 但是我一直都舍不得花 就是万一遇到什么急事的时候 自己能拿出来 但是这次我一张出嘴来了 你说毕竟是医院 等着交医药费呢 听明白了 这等于在这个财产的认定上面 双方有冲突 女士认为这是我的私房钱 对 您认为是从您 跟您在一起生活之后 生活费里抠托下来的钱 对 是这意思吧 对 行了 这是一个冲突 我们再说啊 刚才说到了电商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自己在手机上卖一点东西 她做这个电商吧 本身又挣不多少钱 家里一些事吧 也给耽误了 其实我们家也不是没钱 我一个月收入也得一两万块钱 我就跟她说 我说这个电商最好 你就别做了 你在家里做一个全职太太 每个月我多给你三千块钱 结大欢喜多好啊 她因为做这个电商 耽误好多事情 就拿着做饭来说吧 有的时候她忙的 来不及做饭 就买点那个半成品回来做 甚至有的时候叫外卖 所以在您的脑海里面 娶一个媳妇 是来给您做饭 热炕头的 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吧 就是您负责挣钱 她负责伺候您 就行了 是是是 您是觉得还应该有自己的事业 是吧 对 我不想做全职 现在实在发展得特别快 别说是三年两年了 你就是一年可能做全职的话 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甚至在这个家庭当中 我也有一定的危机感 如果说像我这样全职的话 我在这个家里 一点经济地位也没有 甚至十年长了之后 她可能就把我给赶出去 这个想对了 这是来自于经济上的 对吧 对 和双方对于这个婚姻的认知的 还有别的冲突吗 她特别喜欢跟她这些朋友们啊 在一起吃喝玩乐的 打牌啊下上棋之类的 每周就好几次 要不然又到半夜才回家 要不然直接就到天亮了 我也是为了应酬生意啊 我也是为了应酬生意啊 再说了 我就那么点爱好 你还想给我剥夺了 我想吧 你说这应酬 终究得有个度 您说是吧 你不能一周就好几次 我要是天天在家 咱俩还不是天天吵闹啊 不是 您这应酬是指什么呀 喝酒 吃饭 对啊 其实严重一点就是酗酒 每次都喝多 对 管过吗 管过 因为她身体不好 肝不好 那不能喝酒了 其实我并不是说心疼 她每周吃饭花的那点钱 就是特别注意她的身体 每次喝酒回来之后 脸色都煞白 第二天就哇哇在那一吐 就得吐多半天 还是我一直在身边照顾着她 但是她不理解 每次喝酒回来吧 我就跟她续道这些事 她就想我烦 我也想过治她 但是适得其反了 您怎么治的呀 那一次晚上吧 她说出去喝酒了 我就把那个门在里边 给反锁上了 我的想法是什么 等她回来的时候 楼道里能冷静冷静 结果在楼道里大喊大叫的 就把邻居都吵起来了 你说我再怎么着 我也不能骚扰邻居啊 我就把那个门 从里边打开了 刚一打开门 就对我那个破口大骂的 就让我从那个家里滚出去 她就认为是什么呀 房子是她们 我没有权利要求她不回家 我那次是喝酒喝多了 事后也给你道歉了呀 那叫酒后土真言 你根本就没有把我 当你的一个家人 你说咱们相处在一起了 我从来没心痛过钱 我就想说 能把你的身体照顾好 咱们能够白头泄露 一直走下去 但是你是真的不理解我